最新世界排名 孙颖莎紧追陈梦 王一迪击身前五 刘诗文第一出前十 2021年度国际兵联最后一项大赛 国平带走150万回家 分享体谈热点 感受体育魅力 欢迎大家收看 重感体育 本期继续跟大家聊聊关于乒乓球方面的话题 在步入主题之前 或者大家看完这条视频之后 希望能为这条视频点一个赞 让更多喜爱国平的人们看到这条视频 点赞看视频两不误 我们言归正传 目前国民队员已经在危害乒乓球训练基地进行有条不稳的隔离 而随着2021年度国际兵联最后一项世界大赛 打WTT世界杯总结赛的落幕 每名队员的世界排名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在世界杯总结赛中 冠军可以获得1500积分 亚军也会得到1050积分 而进入前四的可以得到525积分 机身八强的可以得到265积分 而即便首轮被淘汰也会得到100积分 首先在女队这边 孙颖莎夺得了最终女男军军 夺得1500积分 加上在十月末 休顿世音赛结束之后的11000积分 目前孙颖莎的最新积分已经来到了12500 而陈梦在世界杯总结赛中晋级到了四强 增加525积分 加上此前的12500积分 所以说陈梦的最新积分将会来到13000一 照比孙颖莎的12500仅仅多了600积分 所以说在如此态势下 2022年孙颖莎非常有希望能够超越陈梦来到世界第一 除此之外 王尼迪获得了最终的女男亚军 以7738积分超越已经退役的丁宁 目前排在世界第五 要知道在十月份之前 王尼迪的世界排名还排在十名开外 而正是在十月初的斯洛伯尼亚系列赛 十月末的休顿世音赛 以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总决赛上 王尼迪均有出色的发挥 至此目前世界排名积深到了世界前五 而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主动退出的世音赛和世界杯总决赛 目前的刘世文已经被挤出了世界前十 在南队这边 世界前十的排名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樊仁东连续在世音赛和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南南冠军 所以说目前稳居世界排名第一 由于马龙和许欣二人之前积分的积累 目前依旧排在第二和第三位 但是许欣目前的积分仅仅比排名第四的八一球员余果高了22分 而在国民队员中进步较大的莫果与王楚钦 在休顿世音赛结束之后 世界排名为第十七位 世界杯总决赛中打进了四强 世界排名上升四位 来到世界排名第十三位 而林高远和梁金坤虽然首轮被淘汰 但是世界排名并没有发生变化 依次排在世界第七和世界第八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国民队员 在国际拼联的最后一项大赛 世界杯总决赛上带走了多少奖金 在女队这边 孙颖沙得的冠军获得4.5万美元 王毅迪获得亚军获得3.5万美元 陈梦拿走2.6万美元 陈兴同带走1.8万美元 而首轮积枣淘汰的王曼玉也会获得1.2万美元 至此国民队员一共获得13.6万美元 而在国民队员中 樊正宗获得冠军带走4.5万美元 王鼠钦得到2.6万美元 而林高远和梁敬坤首轮积枣淘汰都得到1.2万美元 至此南队的四人一共得到9.5万美元 所以说国民队员在世界杯总决赛一共得到23.1万美元 根据目前最新的汇率 折合人民币大概会在150万左右 而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赛会总共奖金一共是60万美元 而中国队就带走了其中的23.1万美元 占到了总奖金的近四成 所以说从奖金这个角度上看 也足以彰显了国民的强大 至此国民队员回国之后 带走了150万人民币的奖金 完全可以称他上市满载而归 而在西州的适应赛中 虽然不设奖金 但是作为国际拼联的三大赛 获得冠军 国家队肯定会奖励一部分奖金 而且获得冠军的球员成为了世界冠军 那么各种商业代言将会接踵而至 所以说无形的收入会有很多很多 在此前的大毛贯德主张继科 可以说由于成绩非常突出 额外获得的代言非常之多 这也让张继科赚的盆满钵满 在运营员风光无限的背后 可以说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汗水与辛劳 所以说每一份收获与回报 都是用难以想象的汗水所换来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过多更多提前热解新闻 请锁定重谈地域 喜欢小暖家视频 点赞 转发 小伙众友 拜拜